来说一下蛋糕,你觉得对于他们两个人,包括对于他自己来说什么都没有什么? 对于他自己爱情的期待,包括每次许愿,每次吹蜡子,其实都是有美好认望的,所以希望大家的爱情会非常美好。 那欣妍其实一直在注意着宇轩,所以他知道,他给宇轩知道了。 没错,而且听起来,好像那个蛋糕不光是对他也两个人来说非常重要,对于欧贤和金哥来说也挺重要的,对吧? 对,因为我们的婚礼蛋糕是我的好闺蜜,还说颜色,也是因为那个蛋糕才让他们两个接受。 因为蛋糕被那个中孩子咬鼻口,对。 对,现在想想他们两个分手是不是也可能是因为宇轩碰破坏了这个蛋糕? 还有呢,就那一口,至关重要。 对吧,所以宇轩现场女宇轩的话,一定记得,在宇轩现场不要吃蛋糕,因为可能会被大人和上,那不是因为你。 好,谢谢啊,谢谢几位的分享。 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?